各位听众平安 今天是2024年5月6日 我们要一起思想的经文是 生命纪29章 帮问各位将今天的经文读完 在思想神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 你是何等的信实慈爱 你一方面刑法 顽梗悖逆 明知故犯的百姓 另一方面 在你的刑法当中 你仍然看顾他们 爱他们 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敏锐 使我们今天思想你的话语时 领悟到 你严厉警告的背后 是无限的大爱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祷告 阿们 读经运动 读经运动反思 今天的主题是 上帝的作为 与我们的回应 生命纪29章第一节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 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月的话 所以摩西对百姓在说这些话时 地点是在摩亚地 摩亚地的位置是在越旦河的东边 神要以色列人得的应许之地 是在越旦河的西边 这是他们要过越旦河去 得应许之地之前 摩西对他们的嘱咐 而这时的以色列人 绝大部分是旷野畜生的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大部分都在旷野的40年中死去 这时距离摩西离世前的时间 大约一个月 因此带领以色列人的重任 即将交给约书亚 从以上的讯息 我们试着想象 摩西说这些话的心情 29章2到3节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 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 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都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事业和神迹 并那些大奇事 这段话是要 这一代的以色列人 不要忘记 神如何将他们从 埃及人的奴役中 拯救出来 当时的众人 都能看见 那些超自然的事件 第五第六节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破 你们没有吃饼 也没有喝清酒浓酒 这要使你们知道 这要使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在旷野四十年 很多的时候是在户外 风吹雨淋日晒 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更是很难想象的 连穿在脚下的鞋子 四十年都没有穿破 没有吃饼喝酒 意思是 他们吃的 喝的 都不是自己 跟踪获得的 而是神 从天上 降下食物 给他们 这一切 告诉了我们什么 虽然以色列人 没有遵守 与神的约定 其实 当一方 不遵守约定 另一方 有权力 不履行 诺言 但是 耶和华 仍然守约 带领 看顾 以色列人 我们今天 有整本圣经 我们可以 随时 翻看 阅读 神借着圣经 将它自己 表明出来 它虽然是 无限 人类的言语 无法将它完全的表明 但是 圣经足够 使我们认识神 他也告诉我们 他要我们遵守的 我们是否喜爱 读圣经 可慕更认识他 遵守他的吩咐 明白他的心意 盼望读这运动的事工 能帮助你喜爱 读圣经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我们可以借着圣经 更认识你 知道你的作为 明白你的吩咐 求你帮助我们 更可慕认识你 更遵循你的吩咐 你是爱我们的神 无可相比的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感谢你